嗨,各位清单控们,欢迎来到我们清单思维课程的最后一个课室 现在我们开始本次训练营的复盘吧 在复盘中,我会按照一条我在设计课程时的主线 跟大家一起简单的回顾所有课程当中提到的重要知识点 以及简单的介绍 之所以说是课程设计的主线 是因为这条主线和我们在课程中的课时呈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课程中我讲到了主线当中所有的知识点 但是呢,在课程中我得考虑如何让大家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所以对这条主线进行了拆分并重新组合 毕竟在课程设计的时候,我惯用的主线就是倒数器这样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按照这样的一条主线 那么可能前面一周的课时全都是关于思维的 完全没有操作性 可能听了几天过后你就得骂我 这训练你怎么全是鸡汤啊 完全没有一点可操作性啊 对吧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才会进行这样的拆分和重组 OK,复盘开始 请大家在听到这些知识点以及它的介绍的时候 在脑子里回想一下它的背后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将是一个加深你理解和记忆的过程 其实在这次训练营中 我个人预设的一条主线便是 极为简单的从道到数再到气 道是最为核心的思维 它将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 数是基于思维的具体运用 而气则是将运用落实到台面上 并提高运用效率的工具 我们这次训练营名为清单思维训练营 所以很明显训练营的核心在于道 也就是思维 为什么思维如此重要 尤其是在清单这件事上 因为这玩意儿和其他的东西还真有点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在于清单这个玩意儿太简单了 人人都知道它 甚至人人都在使用它 但是却只是把它当作一项工具来使用 潜意识里觉得它是可有可无的 你看待一个事物的态度 会影响到你所有的行为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苹果公司差点倒闭 对吧 当时他的创始人乔布斯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百事的总裁斯卡利给挖过来 但最终斯卡利反而把乔布斯赶出了苹果公司 当时的苹果跟很多电脑公司一样 把重心都花在研发新型号的产品上 他们有几十个上百个型号的电脑 都卖的不怎么样 而乔布斯回归之后 把产品线砍到了仅剩四个型号 笔记本和桌面电脑 普通用户和专业用户 两两组合就这么四款产品 随着精简后的产品线而来的 是更加精良和卓越的设计 因此苹果大获全胜 乔布斯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我所有的激情所在 都是在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 这家公司里的人 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 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维的 当然能赚钱很棒 因为那样你才能够创造出 足够伟大的产品 但是动力来自产品 而不是利润 斯卡利本末导致 把赚钱当成了首要目标 这种差别很微妙 因为你对一个事物的办法 会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 同样 如果你只是把清单当作一项工具 那么它当然是可有可无的 工具可以随时地替换 而如果是站在思维的角度上来看待它 它便会爆发出何具变半的威力 所以这也是我们清单思维训练营的核心价值所在 这次训练营中 我们最重要的便是帮助你重新认识清单 把对于清单的认知从工具提升到思维 清单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一项工具来使用 而应该当作一种重要的思维和习惯 通过清单思维 我们可以防止遗忘 规避错误 简化思考 以及建立规范 大家还记得在这每个作用之下具体的案例吗 所以我们使用清单的目的 是帮助我们更高效 更轻松 以及更正确的工作和生活 冲着这些目的 无论你列了多少份清单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清单分为三个类别 检查清单 流程清单 和代办事项清单 检查清单 主要用于记录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 需要完成的物品或者是事件 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清单来逐项核对 有没有准备完成 流程清单 目的是在于让需要重复处理的事情 更加的规范 所以流程清单通常是针对一系列代办事项的 在以一系列代办事项为主的检查清单的基础之上 加上一个顺序维度 就构成了流程清单 最后的代办事项清单 就是使用清单的方式 来记录未来一段时间里所有的代办事项 把这些代办事项都记录下来 才能腾出我们的大脑 来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 大脑是用来思考的 而不是用来记忆的 如果我们把对于清单的认识 从工具提升到思维层面的话 就会发现清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必备思维 而如果我们想尽可能的发挥出它的价值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培养成习惯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熟悉程度 以及其处理的频率 是按照思维、记忆和习惯这三大要素 成几何关系抵征的 而要把清单思维培养成一种习惯 这就需要掌握习惯培养的黄金法则 习惯是不能被清除的 但是它可以被改变 而要改变习惯 你必须留住旧习惯回路当中的暗示 并提供旧习惯回路当中同样的奖赏 但是要插入一个新的惯常行为 掌握思维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把思维给运用起来 不能运用的思维就是在耍流氓 所以在训练营中 我们分享了四个场景当中 清单思维的具体运用 这四个场景分别是时间管理 工作学习和生活 在时间管理上 我们学到了极简的时间管理方法 它有一个前提 先与自己的拖延症和谐共处 因为只有在没有严重拖延症的情况下 你所学习的时间管理方法才有用武之地 而我们分享的时间管理方法 仅仅只包含两个简单的方法 清单和番茄工作法 你需要使用清单来宏观地管理所有的代办事项 并为它们分门别类 设置提示信息等等 之后呢 再使用番茄工作法来微观地执行 番茄工作法要求你 每工作25分钟 休息5分钟 每四个番茄时间来一个长时间的休息 并且番茄时间中被打断的番茄应该作废 番茄工作法很简单 但是它的背后也有着重要的思维 注重对番茄时间的统计和分析 并以此作为原始数据来提升自己的效率 第二个场景是工作 在工作中你可以使用清单思维来帮助自己 简化沟通信息 简化重复任务 以及分派任务 简化沟通信息 意味着你在工作中很多沟通类的信息 都需要进行清单化 因为这样的方式对于信息的接收者来说 更加的简单易读 简化重复任务 需要你把需要重复处理的事情 以清单的方式保存下来 下一次再次启动同类型任务或项目的时候 对照清单直接执行 这样就可以大幅简化重复的任务 并降低犯错误的频率 而分派任务是使用清单的方式 把一项任务或项目分解得足够细致 这样即使是多名任务的接收者 在拿到自己任务的时候 也能够一目了然 第三个场景 学习 在这个场景中 我们以阅读为例 分享了清单学习法 清单学习法的核心 是把所有重要的知识点 以关键词的形式 罗列成带有层级的清单 并定期的进行回响 所以这一学习方法 其实就两个步骤 记录关键词的层级清单和回响 如果再系统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步骤 复盘 而复盘通常有三个步骤 陈列式复盘 框架式复盘 和拓展式复盘 最后一个场景是生活 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使用清单思维 来整理房间 记录重要的日期 规范化日常琐事 以及让生活更有仪式感 为了帮助大家把这些具体的运用 落实到实处 在训练营中 我们还分享了一些优秀的工具 我们主要介绍了四款工具 A4的翻格笔记本 这是食物类的工具 另外还有电子类工具 包括目布 滴答清单和印象笔记 A4的翻格笔记本和目布 专注于清单的创造阶段 而印象笔记和滴答清单 则专注于清单的管理阶段 但是工具这玩意儿 是因人而异的 也是倒数器这三兄弟当中 可变性最大的因素 所以你完全无需 跟我使用同款的工具 直接按照你个人的使用习惯 来挑选工具就行 但在选择工具的时候 你需要尽量遵守 清单工具选择的 两条黄金法则 第一条黄金法则 在创造清单的阶段 尽可能使用 更加专注的纸质工具 而在管理清单的阶段 则使用APP一类的电子工具 第二条黄金法则 对于代办事项清单 请尽可能使用 专门的事物管理工具 比如滴答清单 而对于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则使用笔记类的工具 比如印象笔记 我们的这个世界面临着三种问题 简单问题 复杂问题 和极端复杂的问题 而且越来越多的问题 正在向着极端复杂的问题发展 所以我们的工作性质 也因此而越来越细分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有足够的深度 去解决极端复杂的问题 而且清单思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取得杰出成就的必备条件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接受清单思维的洗礼 OK 以上是我们针对本次训练营的复盘内容 复盘中几乎包含了我们训练营当中 所有重要的知识点 现在对照一下 你之前完成的终极作业 有没有发现遗忘了哪些知识点呢 你可以针对本次复盘的内容 来列出一份清单笔记 并检查你的掌握程度 当然因为复盘中仅涉及到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所以列出笔记之后 不妨专注的去回想一下 每一个重要知识点的背后 有什么样的概念 步骤或者是案例呢 把它们也完善到你的笔记当中吧 请大家务必在你完成这项作业之后 再来参考我分享出来的清单笔记 OK 到此为止 我们的清单思维课程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但是呢 我们的清单之旅才刚刚开始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清单能够成为你生活和工作 还有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伴侣 我相信它能够帮助你更加高效的完成这些事情 那么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进行提问 也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我是清单空沙流 再见